今天我想讨论我们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借口 我们都曾为自己找过借口 听过别人的借口 或者相信过这些借口 但今天我们将讨论如何消除它们 因为一旦你掌握了消除借口的艺术 你就解锁了内在的真正潜力 首先,什么是借口 它是我们编造的一个理由 用来证明为什么我们不能 或还没有实现我们设定的目标 本质上它是一个障碍 既是自己设定的 也是从外部因素中感知到的 但如果我告诉你 这些障碍是幻觉呢 是遮挡你眼前的浓烟和镜子 使你无法看到广阔的可能性 每次你告诉自己 我做不到的时候 你都在你的限制之墙上 添了一块砖 我不够好 这太难了 我没有资源 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 这些都是砖头 每找一个借口 墙就变得更高更吓人 悲哀的是 筑墙的人是你自己 但这里有个转折 正如你有权利建造它 你也有权利拆除它 认识到你的借口之墙 是幻觉 是拆除它的第一步 想想你看过的励志电影 或者阅读过的成功人士的生活 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那就是意境 这些人并没有缺乏挑战 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看待它们 每一个障碍都是一个机会 每一次失败都是一个教训 每一次挫折都是为了回击的准备 为了消除你的借口 你需要转变你的观点 不要看到绝路 而是看到一个弯路 不要看到一个不可逾越的山 而是看到一个冒险的攀爬 记住 关键不在于你看到什么 而在于你如何看待它 每个借口的核心 都是在回避责任 当我们说 这不是我的错 或者我没有选择的时候 我们都在回避责任 但承担责任 是让人有力量的 它让你坐在生活的驾驶座上 这意味着你在掌控中 消除你的借口 意味着站起来说 我对我的选择 我的行动和我的未来负责 面对现实吧 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会有风暴 会有挫折 但这些挑战不是为了打败你 它们是为了塑造你 任性是你在于借口的战斗中 穿的盔甲 当你有任性时 你会反弹 你会学习 你会继续向前进 培养任性 是关于培养 成长思维 你告诉自己 我这次可能没有成功 但我已经学到了东西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你一定听说过这句话 你是你经常花时间 与之在一起的五个人的平均数 这是真的 如果你周围都是消极的人 和悲观的人 找借口和相信借口 就变得更容易 但如果你与积极向上 和乐观的人为伍 它们的能量和动力 会影响你 找到一个挑战你 相信你 并激励你变得更好的团队 让它们的成功故事 成为消除你借口的燃料 宏大的梦想 有时会让人感到害怕 而失败的恐惧 可能让人瘫痪 但每一个旅程 都始于一个小步骤 不要被你的目标的 巨大程度所压倒 将它们分解 从小的 可管理的任务开始 当你实现这些小目标时 你的自信会增长 你的借口会减少 最后 养成定期反思 你的旅程的习惯 庆祝你的胜利 无论多小 了解你的挫折 但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每次 当你发现自己在找借口时 停下来问问自己 这真的是我无法控制的 还是我创造的幻觉 反思有助于重新调整你的道路 重新定义你的目标 并重新点燃你的精神 总之记住这一点 每一个取得伟大成就的人 每天都有和你一样多的时间 区别在哪里 他们消除了他们的借口 他们没有让限制他们的噪音 淹没他们内心说 我可以 我会做到的声音 现在 轮到你了 拆除你的借口之墙 拥抱不尽的可能性 走进你的伟大 消除你的借口 你会看到成功的道路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